就是三度吸毒被逮的大饼 整天呢都在戏纸租住没有现身 但是周边的好朋友都深表遗憾 像是高中同窗同学小S他就很感叹了 自己真的是很怀念以前学生时代的那个大饼 才华洋溢又很单纯 而飞哥呢更是感慨良多 他说大饼需要的是演艺圈的爱跟力量 这个时候呢大家竟然都说不要再给他机会 这样子做切割让飞哥很同情大饼 等一下下 平燕整整一分钟看到大饼吸毒三度被逮 张飞心痛为什么演艺圈不再给他机会 如果你可以把大饼的工作给他排满了 你可以让他 你可以让他就是 这个 根本没有时间去 去说思考他寂寞 或者是孤独啊或无助 那那大饼他不可能会走向这个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度犯的错 对 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不再给他机会的时候 我听到我是因为这个觉得很难过 身为大哥大张飞情义相挺 欢迎大饼来上节目 我觉得不要说三个机会 十个机会 三十个机会 我觉得一百个机会我们都要给他 其实同窗小S也很遗憾 他说真的很怀念高中时期那个才华洋溢又单纯的大饼 心目中就永远是那个大饼 就是那么有才华那么幽默的人 所以我真的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 连原本星期三就要开课的社区大学 现在因为大饼限毒 还立即喊停 招生表上还有大饼的教师简介 原本大饼在这边教课 十二期就可以有将近三万元的收入 但现在因为毒品大饼不但毁了形象 也断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正确台北综合报导 即使得美好 吃完 我们不散 resolutions 我们不散